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呢是一个我的brandy的合集分享 那从13年出国到现在我也陆陆续续买了很多brandy他家的衣服 我从中挑选了一些非常适合夏末初秋做穿搭的衣服 想推荐给你们顺便也做一个初秋的brandy穿搭分享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首先呢我想要说的就是我提到所有产品都是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在brandy买到的产品 所以有的可能你在官网找不到或者下架了 那我就没有办法帮你找到 但是如果现在官网还在售的产品我都会把官网的那个图片放在这边 方便你们去找这款衣服 首先我想说一下我今天身上的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呢就是一个小的连衣裙 然后它是这种裹胸式的 就等于是把一边穿到另一边然后用袋子系起来的那种连衣裙 它呢我非常喜欢是这种饱和度很低的绿色 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缺点 一个是它的领口开的比较低 我觉得适合去海边穿 可能对于亚洲女生来说腿下这边的口开的也比较低 很容易摆动的时候露出内衣 所以就如果大家喜欢这款的话 还是要慎重的去购买它 如果你不介意这两点的话 这个裙子还是非常好看显白的一个小裙子 那我接下来想说的就是这个白色的小上衣 可能阳光很强 大家可以看官网图片 就这个小上衣超级的百搭 它是这样圆领的肌扣的上衣 然后是长袖的 这个单穿呢是有一种crop top的感觉 然后非常的显腿长 下面不管是搭配短裤还是牛仔裤还是短裙 都非常的百搭 还有一种穿法就是我会经常把它当做一个 夏天出界的小罩衫 里面可以穿一些吊带或者是不带袖的衣服 然后外面敞开扣子穿这件衣服 很实用的一款小上衣 接下来呢就是这款非常火的1993的这款T 这款T也是一出来就是爆款 我买的这个是TOKYO的这一款 因为它出了很多的城市嘛 但是所有城市里我觉得TOKYO的这个紫色的配色 我是非常喜欢 所以我就录的是TOKYO的这款长袖的这个卫衣 那这个卫衣呢我基本上是拿它搭配自行车裤 然后还有就是把它的底下塞到那个短裤里面这样去搭配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看 这件卫衣就是穿上去就非常的时髦 然后自带一种青春活力的感觉 还挺推荐大家录的 而且是长袖 比较实用 下面这件呢是一个帽衫 这个帽衫也是我在穿搭过程中觉得非常实用的一款 是这种针织螺纹的长袖帽衫 前面是带拉链的设计 这个呢不管是你里面穿吊带 然后外面套着这个小上衣 还是单穿它作为一个crop top 都是非常好看百搭的一个单品 外出我觉得冷或者在空调房里就可以带着它 就是非常的实用 并且有一定的保暖性 接下来呢是一个我没有在美国看到的T 但是我在中国的官网看到 觉得还挺可爱的 这个旋转木马的T 这个T也是一个one size的T 但是我穿非常的宽大 穿起来就像oversize的感觉的这么一个T 我个人的身高是一米七四十八千克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穿这个就是非常大像裙子一样 它这个T呢整个比Brandy他们家普通的那种T啊 还是上衣啊都偏厚一些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难道它是中国限定款 所以面料不一样 这个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还是真的没有在北美的商店里找到这件衣服 这个T的下摆非常的宽大 它是整个直筒的这种设计 如果你想把这个T放在牛仔裤里面 这样做一个上衣的话 可能会稍微的臃肿 因为它的面料真的超级厚 而且它下摆还非常宽的这么一个T 初秋去穿它在北京也是正合适 不是一个适合剩下或是去很热的地方穿的一个T 因为它的面料真的是有一定厚度的 可以外面套一个毛衣外套做下半身消适的那种穿法 就还挺推荐的 主要是它这个logo很出了我 可爱的旋转木马 接下来呢就是一些top 那这些top也是这些量我在它家买的 使用率非常高的几款 第一款就是这个白色的针织背心 这个就是有一点厚度的针织 所以也不用担心它太薄太透 它完全就是不会透的那种面料 而且质感很好很柔软的那个面料 这个也可以夏天穿出去 然后配短裤短裙 也可以冬天把它穿在里面 然后外面再套别的衣服也非常的好看 总之这一件我利用力还是很高的 而且它是有点紧身的那种top 很显身材 下一件也是一个吊带 然后它是长这个样子 是一个裸粉色的针织吊带 我入起来也觉得非常的好看 首先这个裸粉很显出色 并且这个配色很欧美 不管是配牛仔裤还是配一些短裤短裙 搭起来都是很轻松不费力 然后很温柔的一个配色 就还挺喜欢的 并且它是这种针织的也不会透 夏天穿出去就刚刚好 接下来是一个这个 这个crop top 这个crop top呢整个面料就非常的薄了 会有一点点透 我觉得非常实用的就是它可以当做一个这个方领的上衣去穿 也可以把松紧这个季带调到松一点 然后当漏肩的小top去穿 就只有两种穿法吧 就非常实用 而且它整个还是做的这种带荷叶边的设计 就还挺可爱的 穿上去很少女 有一种展男的小上衣吧 这个上衣呢 第一的缺点就稍微有一点点的透 那我觉得可以把它穿在里面 然后外面搭一个外套或者小西服 都是非常好看的一个搭配 接下来呢是我在他家买的很是用百搭的下装 首先就是这个小裙子 这个格格的小裙子 这个属于是我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 就穿一个白上衣 不管是白T还是衬衫 不管是什么东西 底下搭配它都非常好看的一个小裙子 这个小裙子呢是属于有点A字裙包身的这种裙子 底下有两个这种开口的设计 然后就非常的时髦 然后并且很显身材 然后它整个也不会显得轻飘飘 它的面料还是有一定厚度的这种融融的质地 不会显得很劣质的一个小裙子 很时尚很学生的一款小裙子 非常的推荐 接下来的裙子是这个一个裹身版的A字裙 它是这样可以完全打开的 然后我选的是一个这个绿色的格子 你们看我真的很爱这种绿色的单品 因为它真的还挺显白 然后而且很百淡 因为我夏天的话白色的衣服很多很多 搭它完全不会出错的一个配色 然后它这个衣服整个也是这种裹身的设计 然后它里面做了四个扣子可以搭配你不同的腰围 一般我就是吃饭前是一个扣子 这般好像往外挪一个扣子这种感觉 就还挺实用的吧 它也是没有什么缺点很百搭的一款小裙子 接下来呢是一个看上去像是裙子的裤子 就是一个裙裤 那它是这样的 里面是短裤的设计啊 外面是做成像裙子的一样 有一个外摆的这种设计 这个裙裤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实用 像是我们夏天啊或者初秋的时候 穿这种小裙子很容易刮风啊或者担心走光 这个裙裤的话你就不用担心走光 因为它里面就是裤子 也不用再多穿一层安全裤 就非常的方便 然后我选的这个颜色就是深蓝色 就还挺百搭的 它的厚度比 刚刚我介绍那两个裙子要稍微厚一些 就属于如果你秋冬想要穿 也完全ok的一个小裙裤 夏天穿可能稍微有一点热 但是初秋和包括冬天 穿就刚刚好的一个毛泥料的小裙裤 接下来呢想推荐一个小短裤 这个短裤对我来说实用率超高 因为这个基本上我就拿它当做睡裤啊 或者是那种家居裤 在家穿的就是非常的舒服 而且这种裤子也是可以外穿 比如说平常出去六弯 就可以穿这个短裤外面搭一个T 就可以轻轻红红出去六弯了 而且它面料是这种有一点硬挺度的取其格 这种面料 不会感觉很劣质的这种短裤 而且它的好的设计就在于它有这种兜 就是两边都有兜 就在家走来走去的时候就可以把手机装在兜里 很方便很实用的一条小短裤 两边还有开叉的设计 我觉得也很好的修饰了腿型 那上下还有两条连衣裙 一条就是这一款 两边是鸡蛋这样绕脖子的一个抹胸的小黑裙 大概是穿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裙子我也觉得非常的百搭 出去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就可以穿一条小黑裙 而且它的设计就整个非常的简约 然后但是又很时尚 稍微有一点小性感的感觉 就不管是夏天单穿也好 还是初秋的时候可以外面搭外套 穿小靴子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看的一个小裙子 然后它整个面料也超级的舒服 长度也刚刚好 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的那种小性感的裙子 还有一款呢就是这款碎花裙 其实我真的很少买碎花元素的东西 但是就是Brandy他家的碎花总能很轻易的戳到我 首先这个裙子的剪裁是属于像肚兜一样的设计 就是头是在这个里面的 然后露背的这种小裙子 然后它腰这边有一个拉锁的这种设计 那这个裙子你光看到我就觉得是不是超级的显白 很显气质的那么一款印花裙 非常适合大家去海边穿啊 然后去度假穿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 它的长短也是这种A字裙的裙摆 比较修饰你的胯修饰身材这么一个裙子 把你的背露出来 但是肚子和胯就藏进去的这么一个裙子 如果就是觉得后面露背有点太夸张的话 就可以外面穿毛衣外套去穿它也完全的OK 但如果要是就单纯喜欢它的这个设计就完全可以露背穿出去 这就是超级的A超级的性感的一款小裙子 那以上呢就是我比较推荐你们入手的一些brandy的衣服 以及这些衣服在初秋如何做搭配的一些参考 希望可以给你们一些初秋穿搭灵感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